一样 佛法 无论是哪个宗派 贤教密教 诸事大德 都教导我们要从根本修 什么是根本呢 心是根本 所以 在事法里头 官子说苦 习气隐忍 亲于兄弟 这话说的有道理 怒气隐忍 残于冰国 所以佛家教导我们 笑面迎人 你看看佛家的道场 第一个建筑物 是天王殿 天王殿当中供奉的是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的造像是不带火山的造像 这就是教给我们 要养心 要修心 心要大了 要能够包容 要能够宽恕 要懂得以 欢喜 对待 一切众生 对待一切人 这个在佛法教学的头一条 一个人的成就 是在德行 德行 就是真实学问 真实智慧的落实 孔子 是个平民 普通的平民 没有地位 没有财富 他可以有这样殊胜的成就 释迦摩尼弗 虽然出身于王族 可是他写掉了 地位财富 全都写尽了 也过一个最普通平民的生活 他的成就 是什么 说实在话 就是一个 清净平等的爱心 爱护一切众生 没办法 这种 是什么 是什么 谢谢观看